在西方 中国的快速崛起就像是一个谜 他们想了解中国 但是从西方媒体得到的信息 他们似乎无法理解中国的一切 他们想从到过中国的人那里了解关于中国的信息 发现在中国待过的人 对中国的评价都会比他们在媒体上看到的要证明的多 有人困惑不解 在美国证明网站上提出了疑问 外国人游历中国后 外国人游历中国的评价 为何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评价更加正面 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到过或是正在中国的人的回复 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向西方介绍鲜活的充满善意的中国 一位在中国做过讲师叫法萨的人说 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 同几十年贫穷 落后到处是文盲的状况相比 变化太大 这让人着迷 中国人体现出他们传统的和谐 仁爱 正气 礼貌 智慧 诚实 忠诚的文化价值观 这里人民非常善良 而且在中国你可以享受到全球最高品质的生活 中国的城市很现代化 生活也很方便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 这是很多西方人喜欢中国的理由 一位叫鲁斯兰的外国人说道 他在亚洲的三个城市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 新加坡 香港 和深圳 他称自己最喜欢中国的城市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机场 有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高铁网络 漂亮的酒店 商场 餐厅和咖啡馆 以及美丽的公园 这些都让他感到吃惊 给他印象深刻的是 在中国的城市里 有一种安全自由的感觉 在大多数地方都不会看到警察 没有人干涉你去做什么 让人惊奇的是 中国的警察在执行一般任务时没有枪支 他们就是人群中的一部分 只是他们在工作 鲁斯兰说 中国给人的感觉还很先进 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电动自行车 电动出租车和企业 甚至现在中国的公交车也即将全部换成电动车 12月初 深圳成全世界首个公交车 全部替换成电动车的城市 还有中国的移动支付 非常方便 这是一个技术奇迹 中国人的友善 也是让外国人对中国评价正面的重要因素 在很多人回复里提到这点 中国的热情 乐于助人 而且现在年轻人的英语水平很高 这点同日本不太一样 日本人就是听懂了你英语表达的意思 他们也不善于组织语言和你交流